你好 早上的10点53分 台北美食 社长午餐 社长今天好久没到我们大稻城 这个马祖婆庙 等我去参拜马祖 在这吃个阿景沙锅鱼头店 我特别点了一个红皮刀 红皮刀鱼 一个蛤蟆灯 那么香肠纳豆是因为每一年 我们过年 这湖南人 湖南妹在边卖的 又麻又辣 这个湖南腊肉和香肠 家乡味非常重 也非常好吃 但非常不便宜 香肠350块钱一斤 腊肉是370一斤 我请老板帮我代工 真的煮的好吃 这家老板海产有名的 阿景海产店 在大稻城 这个马祖庙 那是石会堂 石会宫 这个马祖堂这边 平常你要吃他的是阿景沙锅鱼头 要排好久才能给买得到 大部分人都是跟他去买火锅买回去 大部分人都是买火锅买回去 一大堆人跟他买火锅的料 带回去自己煮的吃 过年我也买一个砂锅鱼头 请我们那个外劳 我刚刚也带了一部分 给我们外劳吃 有鱼 有香肠 有腊肉 好这就是台北美食社长武餐 社长武餐在这个大稻城 这个石会宫的这个前面农树下的阿景海产 是沙锅鱼头 这家是有名的 老板大人处是河海可心 老板娘这个厨艺吃房菜是一流的 而且很便宜 他们这边所有的海产店只有这家最便宜 其他家是不便宜很贵 记住要来阿景沙锅鱼头